妹妹你怎么在这里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天色昏暗却有一个身穿浅紫色小羊中的女童 独自站在路边 爸爸妈妈呢 我抱你好不好 你敢给我抱吗 刚去勤完的远景插巧经过 热情低下身 问女童要不要叔叔抱 只是女童有点害羞 我说那就牵手好不好 我说OKOK 走在一段路的时候 我说叔叔抱你好不好 我就OK我把他抱上来 新北市三峡区上个月 由一名就读幼稚园的五岁女童 大晚上独自一人站在马路旁 幸好遇上好心远景 不过爸爸妈妈人在哪里 他是跟家人来这边爬山玩游戏 之后爸妈好像把他绕在现场 但他都不哭不闹 蛮冷静的 原来是一家人开开心心上山文 没想到下山时 父母都以为小孩有跟在对方身边 就不小心把女童遗忘在路旁 身后一名女警拿出手机 打开Google街景地图 成功得知女童住处 知不知道怎么走回家 然后小女孩说知道 所以就用Google导航的接警的方式 这样一步一步的 带她找到她回家的路 这当原警要在女童返家时 焦急的母亲赶到派出所报案 见到女童平安无事 远不住袭击而泣 这次协助女童的原警郭童佑 从警才五年 长相帅气斯文 平常待人客气 屡屡获得民众赞赏 警察38期毕业的警员林依晨 擅长英文 长相亮眼 刚毕业就分发到工作反重的三峡派出所 今后有两名暖心远景协助 女童也顺利平安回家 记者王九人曹文宁台北报道